拿出背板 看到4G模块这一边 有提前预留好了三个铜座 对应着模块上的三个点 先拿出天线 这里呢我先建议大家先比较一下 差不多了之后再把它的背胶给它撕掉 然后对了 另一面铜里对准以后撕掉背胶 贴上就好了 我现在直接贴上 因为刚才我已经在对过了 好这就贴好了 拿出模块主体 然后注意一下右侧天线的铜点 要对上这边的螺丝孔 现在我们来拧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厂家没有给我配送这三颗螺丝 然后我就拿背板上面的螺丝 应付一下吧 希望官方看到以后给我发三颗螺丝过来 谢谢 然后到这一步天线的安装基本就完成了 然后再把扣子扣到底座上 天线的天线 我在说什么废话 好把扣子扣到底座上 然后再把天线卡在卡扣上 这边一样 这样就已经基本安装完成了 线扣在卡座里面 然后头也接好 就OK了 然后我们继续拿出机器 将长的一头的排线扣在卡扣上 好 这样就扣好了 我的操作不是很标准 其实不能用金属来的 但是其实自己在家里我倒觉得没什么 好 这样就扣好了 检查一下 我们先不着急 直接扣上背板 可以大家先看一下GPD WinMax的内部 现在是13 Pro Max拍摄的 它是微距模式下 我们来看一下V Max的做工 其实它的内部空间是占了很多的 这个插口是占了很多的内部空间 你把这些插口去掉 其实你会发现它们小了不少 然后这颗电池是67瓦时的是国光电子的 确实大 就是续航的来源 两颗比较拉垮的转子振动 但是没办法 我听他们官方的人说 如果用线性马达的话 这个是不大能带得动机器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 然后这个就是2230的硬盘插槽 两个摇杆 然后这边是按键的底座 这个应该是背键的开关 然后硬盘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动手换硬盘的话 是要先把风扇拆掉的 风扇的排线 这是什么排线 这应该是风扇排线 是接在这里的 然后散热器 16G的运存 1TB的内存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4G的盖子打开后 这里有个小洞 然后把排线插进去就好了 排线插进去 对准 把各个盖子都对准 终于扣上了 可太难了 这个排线老是动 扣紧了吧 然后我们再把螺丝 一次一丝装回就好了 右边SSD的安装就很简单 首先你要准备一块2230的硬盘 这一块硬盘 是我Steam Deck上拆下来的256G 然后把螺丝拧开 再把盖子打开 直接往里插就完事了 插进去它是翘起来的 然后我们把盖子给它盖上 盖上之后螺临紧 硬盘就安装完了 就非常的简单 好了 现在已经重启过电脑了 然后我们驱动都已经装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还是无法访问 过一会儿应该就会变成电信的了 哦 变好了 中国电信LTE 哦 可以了 终于不用WiFi了 我们打开一个网页看一下 有没有网络 我这个是地下室啊 信号可能不太好 哦 有了 有了 太舒服了 nice 拆了吧